圆形图的分离工作 那请同学看一下哦 我想呈现玉米汤特别不一样的销售 第一次点在色块是选到悬布 第二次点在红色的区块呢 就会只选到玉米汤的位置 那点到玉米汤位置呢就可以做什么呢 看哦 往外拉一下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我想强调玉米汤销售是820% 是占13%等等 就可以这样来做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现在因为只选到它 我就可以个别在格式的地方 再点选图案填满 给它一个键层吧 点选键层的其他键层 点一下 那键层的地方 我们填什么 彩虹键层 那这彩虹键层预设是 看一下哦 是由上而下哦 那我在方向的地方 这键层改成什么 由左右 好来关闭 那就看到一个 彩虹效果的一个填满工作 彩虹效果的一个填满工作 我 我 感谢观看